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普通的大陆人学了埃及人 学了图尼斯 我觉得这里头非常关键的一个概念 就是说它整个大的社会背景是一样的 其实我今天在另外一个节目当中 我意识到一点 如果大陆出事情 实际是比包括埃及或者说图尼斯来得更特别 那网上有条消息 它从另外一个侧面呢 就是中共最惧怕的呢 就是老百姓能够联系在一起 这篇文章是德国之声的文章 文章的题目是这么说的 绝望者的传声筒 文章提到尽管Twitter在大陆被禁止 但是微博作为代替品已经迅速的发展 它成为社会弱势对抗强权的工具 也是有良知的人抨击石壁的武器 但是官方也在拼命的利用它 那德国的明镜周刊的文章里说 中国的警察非常喜欢使用微博客 因为它是被审查制度所禁止的 Twitter在中国的代替品 而中国的警察使它干嘛呢 中国的警察是使用它 把那些在民间所有不满的声音 扼杀在萌芽状态 年复一年 因为在大陆这种事情天天都在发生 而且很多 报道里特别提到说 目前警察改进了自己的装备 他们已经认识到 通过这个新的媒介 会非常迅速的在网上传播 而中国人对它的亢奋程度 是无法用传统的手段来限制的 精心设置的防火墙 这度被党用来将臣民与民主思想 隔绝开来的网络审查大墙 正在从里面土崩瓦解 而且特别提到呢 今天中共的当权者 对于现代的传媒的任何新挑战 总是可以找到技术上应对的办法 也就是封锁呀 卡断整个网络呀 实名制啊 其实这些都在其中 但是最麻烦的是因为 如果它将封掉 那它将不得不封锁掉 目前大陆一半的互联网 也就是说 目前注册的微博人数年增长 已经高达了1.45亿 而在两年前却只有800万人 所以它今天面临的状况 是非常的严峻的 所以文章里的结论呢 特别提到说 其实目前的老百姓 在充分的运用微博 因为微博已经成为那些 被剥夺了权力的 绝望的 以及被经济奇迹的负面 所困扰的这些人的刺耳的传声土 所以这个场面 就像在埃及和突尼斯 老百姓能够通过Twitter 能够通过Facebook 把大家不满的声音联系在一起 共同走上街头 而埃及就更有意思 埃及开罗曾经把整个互联网 和手机的这个服务呢 给它掐断了 但是它掐断不要紧 掐断之后老百姓干脆走出来了 所以这就是现今的状况 我觉得中共所面临的 是非常有意思的 而且非常危险的局面 那目前埃及所发生的事情呢 英国的金融时报题目的社论是说 民主中东不应列外 埃及的美欧盟友 应该尽其所能 确保穆巴拉克尽快下台 并最终让自己 在阿拉伯世界历史长河中 站到正确的位置 那埃及正成为阿拉伯世界 砰砰在跳的心脏 那文章也提到 穆巴拉克目前呢 不得不依靠军方 他丧失了总统交接班的控制权 这话就像说给今天 政治局常委那些人听的 为什么依靠军方 因为军方在目前的政权中 拥有太多的既得利益 因此不会让穆巴拉克 出走沙特 就像突尼斯总统 本阿里那样 所以 但是军方也肯定会告诉 穆巴拉克 他不可能再争取什么连任 那这件事情 我相信 中国国内 如果出了事情 一定也会依靠军方 但麻烦呢 就在于 今天谁能掌握中共的军队 这是关键的 第一个 中央一级的 没有任何一个人 拥有绝对的权威 掌控今天整个中共的军队 第一个 第二个 中共的军队 各大军区和各大集团军的 这些军事上的寡头们 彼此之间 谁也不服谁 这是第二个 那第三个呢 即使依靠军队 军队可能去维护 他们的既得利益 而且军队在过去的时间里 甭管是航母啊 还是这个隐形战斗机啊 他们变着法子捞钱 当这种大的场面出现之后 他军队不可能统一在一起 当年邓小平以他个人的权威 把八大军区的军队掺杀子 来镇压六四的时候 那三十八军的军长同样是反的 在那样的情况 军队都有人反 今天你让他再依靠 我跟您说 还是我说过那句话 男人变女人 今天绝对是可能 但是 如果再发生类似的事情 还想靠配 还想重复当年六四的局面 那个事儿不可能 那文章里接着提到 目前作为埃及的国民来讲 特别是年轻的国民 他们本身的采取的行为 正在报复腐败的政权 而且动荡本身是不可避免的 未来属于谁 目前不得而知 眼下而言 走上街头 勇敢抗议的 主要是年轻的 世俗的民主人士 他们应该得到支持 今天国内真正出现状况的人 大多都是三十多岁 到五十五岁之间 这个年龄段 被整个国内极少数人 压榨的最大的团体 所以我觉得 目前这种情况很特别 BBC评论中国 目前报道有关埃及的事情的时候 是这么说的 中国官方媒体低调报道 埃及危机 直接提到 为什么中共不敢报呢 有网民在百度的播客上 贴出疑问说 为什么埃及动荡 美国不间断的直播 而中国却难上头条呢 结果有网友回答说 因为中国人太会联想了 中国也太博大 大的那么脆弱 文章接着评论说 中国人的联想 确实令一些 以维稳为首的 中共领导人和新闻官员呢 感到为难 中国著名的网络写手 北风在其吞特上 发了很多图片和消息 他对BBC中文网的记者说 埃及动荡的根本原因 是高物价 高失业率 那官员腐败 穆巴拉克专制 30年 所有中国人看了之后 都会联想到今天的中国 正是在这个背景之下 中国限制网上去讨论 有关埃及的局势 那中国人就有这么一个好打听的习惯 对吧 越是限制 咱就越打听 而且大家有个习惯 越到小道消息 越准确 我相信目前的有关小道消息的东西 绝不是北京人独有了 应该大江南北 大家都在传小道消息 网上不让说的 咱们底下说 所以文章的结论是这么说的 突尼斯前幕九反政府示威 导致中国人民的好朋友 本阿里下台 现在又是埃及动荡 中共当局显然不希望 埃及和突尼斯所发生的变化 对中国民众有所启示 对呀 中国的 中国被党说的中国人民的好朋友 夸夸钱歇菜了 最后党也就歇菜了 党最怕的是这个 其实党歇菜了 作为中国人来讲 是完全有机会 而且是早歇菜一天 咱就早好一天 大长津的韩上公 我们昨天的节目当中有提到 那我相信昨天的节目 提到的时候呢 那仅仅是一小段 因为它是韩语要翻译成中文 那在今天做节目的时候呢 我看到他对他采访了 一个长篇的文章 写得非常的特别 而他写出来的感受 就是咱今天中国人的希望 也就是神韵本身 所代表的概念 价值观念 就是咱中国人真正的希望 所以我说共产党没了 咱们就有希望 共产党早没一天 咱们就希望早来一天 不仅仅是希望 它是非常实在的东西 这篇文章是这么说的 大长津韩上公说 有了明灯指引自己人生的方向 扮演 梁美精在接受采访时说 在这珍贵的时刻 演出显得分外的耀眼 这个珍贵的时刻是指今天 目前整个社会大的背景 他说整个演出 留给了留给我的感动 将长存心底 在演技方面 我更是受益良多 在具体的节目当中 梁美精很坦言的讲 自己作为母亲 对于无悔 这个舞蹈本身 所代表的含义 她深受感动 而故事讲述的是 修炼法轮大法的儿子 被邪恶的中共的警察迫害致死 悲痛欲绝的母亲 看到下世的神佛 将儿子接引到天国的一幕 她感动的说 我自己作为一个母亲 在看到这个节目时 内心被深深的触动了 而另外一位深深触动到 她的内心深处的节目呢 是最后一个 天门大开 她说天门大开 对我个人来讲 似乎是为我的人生 指明了方向 实际上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的指南 每个人都抱着希望 从这个角度看 人生虽然不易 而且会遇到很多痛苦 只要我们坚定信念 只要我们拥有梦想 我们就绝不会失去什么 在演出当中 我感受到这个信息 难能可贵 我非常喜欢这个演出 看过演出 看过神韵 它针对神韵所展示出来的人文的 和人精神的价值呢 它是这么讲的 虽然目前新的东西非常多 而且接受新的东西很重要 但是传统一定是一个国家的根 那神韵艺术团在传播着中国的传统的文化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传统 保护好传统就是我们的根本 而且他接着表示说 他目前非常希望 或者说非常渴望等待着明年的神韵的演出 而且他一定让他所有知道的人和朋友 在明年的时候 在神韵再次来到韩国的时候 带着他们一起来观看神韵演出 所以我觉得他提到最后那个说法非常特别 神韵展现出来的是中国真正传统的文化 而这是中国人的根 当中国人找回自己的根的时候 共产党没了 那我们就真正恢复到我们中国人应该有的样子 那好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